美国黑人选手莱华挑战 赛前疯狂叫嚣 结果被中国汉将一技转身边拳 打得躺尸擂台 这一幕源于一场经典的中美对决 率先出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黑人苏索 绰号黑龙 在此战之前莱华击败过多位我国选手 还在赛前扬言道 中国没有他的对手 此人果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次我国出面迎战的正是辽宁小将王志伟 曾获得WLF65公斤级别的新人王金腰带 他一直以扎实的基本功 冷静的头脑 出手果断的擂台风格 赢得诸多拳迷喜爱 还曾击败过多位日本选手 被拳迷誉为花招拳王 比赛开始后 王志伟率先一技刺拳进攻 紧接着又是一技低扫 而苏索则是一技低扫接组合拳反击 随后王志伟刺拳接勾拳击负 打得黑人选手连连后退 苏索不断地向前逼近 突然王志伟抓住时机 一技右手摆拳命中脑袋 打了苏索一个踉枪 险些摔倒在地 裁判上前直接阻止比赛 对黑人选手进行独秒 比赛继续 王志伟压向对手 使出一技摆拳接勾拳进攻 打得黑人选手连续后退 王志伟乘胜追击 突然一技转身后登命中腹部 而对手不甘示弱 主动上前一技扫踢反击 随着比赛的进行 苏索一套低扫过后 王志伟则是组合拳接一技跳西命中 对手双手抱头防御 紧接着后直接孤紧提西命中 打得对手难以招架 紧接着一技转身边拳 重击对手脑袋 打得对手直接扑倒在地 裁判上线立刻终止比赛 现场的观众瞬间沸腾 就这样 此时比赛仅仅过去70秒 王志伟就以一技转身边拳 KO美国黑人 赢得了比赛的胜利 王志伟好样的 为王志伟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